在4月29日上午 牛某因为涉嫌盗窃罪 在北京怀柔法院树林受审 几年前 牛某来北京打工 通过网络平台花3.4万 买了一辆没有手续的二手车 在车里安装定位装置后出售 卖书后 年夜利用定位器找到车 再用备用钥匙把车开走 用这种方法 牛某把这辆车卖了7次 不知道该说什么 大家记得吃吃饭 4月28日 安徽富阳 一名女子因为家庭琐事 跳河轻声 单子因为衣服穿得比较厚 然后河水也比较浅 导致自己无法下沉 单子女子不愿意上岸 下方言 鱼字下河将该女子救起 立马送往医院救治 有时候 大家会在路上看到这种景象 这是裂纹蜜蜂 一种历史悠久的 用于修复受损路面的技术 德克萨斯隆基大学的一篇论文 裂纹蜜蜜蜂导论指出 简单的 蜜蜂裂缝是比较便宜的 每1.6公里的公路 需要约2500美元 而覆盖全部的话 要6万美元 视频拍摄于4月27日 在江苏连运港的苍武路 和柯院路交叉路口 蔡柏自己徒手画线 把一条左转道画成了直行道 因为她发现每天下班回家 这个路口 由北向南开的车比较多 最终因为私自改变交通雕现 被行政处罚1000元 广东海洋大学 航海学院的一名学生 给校长发消息称 老师都给学生们划重点 导致他无法和其他同学 拉开差距 肯定校长改变这种状况 随后学校发布了 杜绝任科教师 考权划定考试范围的通知 然后这位同学 好像被整个学院的人通缉了 这是校风员 蓝吉斯密士设计的款神奇手套 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一个节目上 讨论人类2000万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祝君 到了中午的提腾性脑环节 小爱同学 老子吃火锅 你吃火锅的了 老子上北大 你上北大青鸟 老子吹空调 你吹空调外机 感谢支持 我会努力的 正常时间是晚上11点左右 就是完蛋四点上 回首 中文字幕——YK